上期视频呢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周睿的给人家待遇送花 我的观点是周睿家的没有主观故意的苛代人家待遇 但是呢我没想到就这期视频啊 在我的弹幕里面和评论区里面激起了非常大规模的不同意见 哎小伙伴们你们成功的激发了我应战的斗志 那你多给我点时间好吧 咱把这个事情都掰着清楚 而且这里边呢它不光是我个人斗志的问题 其实呢我仔细好好想一想 哎你把它边边角角的这些知识扯出来啊 其实很有趣 而且它里面有一些思维方式方面的这些东西 哎我们可以拿出来一块分享吗 当然了我也没有指望能够真正的说服你 不过你们在评论区里面的长篇大论也没有说服我 好的开始啊 好你看首先来说啊 我看评论区里面有小伙伴说 说你看这个薛怡嘛他就多声 哎他要送花啊 他为什么这一盒他一定要送12只 虽然这一盒可能人家原本就是12只 但是你要送五个人哎你把它拿出去两只 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平均分配开 哎这样的话不就能少点事情吗 你先想想12这个数字啊 首先你看你能在红楼梦里找到多少12啊 人家的题目原本就叫金灵12差吧 对吧什么12政策12负策还搞个又负策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再想想啊比如说像那些主要的人物里边 比如像什么薛宝钗他吃那个冷香丸你注意看那个配方了吗 这个东西12两那个东西12钱啊 肉圈都是12对吧 你再想想这个贾宝玉呢 贾宝玉他带的那个通灵宝玉他上面刻的那个字 什么通灵宝玉什么莫师莫忘仙寿恒长 你看加一块12个字是不是 然后你再往后想想他们就搞什么菊花师啊 是不是也是12手 反正就是随处可见到处都有12 那你再拓展开去你不是其他的小说里边 包括12的倍数对吧 12的三倍36 12的六倍72 12的九倍108 你想想水浒传里边有多少 100单八将什么36天罡72地刹 这不全是和12有关系的吗 对不对 那你再想想拓展出去以后 和他们中国文化相关的12有多少 咱们走一波弹幕吧 对吧 看你们这波弹幕的内容 能不能把我的脸覆盖掉 因为确确实实是太多了 那你想那为什么中国文化当中的12这么重要呢 它原因就来自于啊 其实特别特别的古老 就是中国古代的先民早在商朝的时候 你注意啊 夏商与西周的那个商 大家就在发现有一个特别期待解决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一年你怎么样来记录它 对吧 怎么样是个精确的一年 你说这花开了 卸了 它又开了不就是一年吗 那你怎么能精确的记得住呢 你以哪朵花没标准呢 而且这哪怕这是一朵花吧 一一只花吧 今年可能什么温度啊 雨水啊 或者说什么肥料啊 各种各样的配合 就或者即便是这个同一朵花吧 它开到什么样的地步的算是 你看 对吧 你日常生活是没有办法解决精确的这种天文历法的 所以你要精确的记录一年 你就要求诸于天上的这个行星了 所以在商朝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这个木星啊 你看咱们呐呈现的是这个太阳系的各个行星 这个木星啊 它的运转很规律 木星绕着太阳绕一圈 正好就是12年 所以它怎么利用这个木星呢 那你就想想 它绕一大圈是12年 那我只需要关注到 哎 你从这儿开始绕到这儿 它正好是你的轨道的12分之一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一年呢 那于是乎呢 我们的人类在地球上 哎 观测到了这一年的这个轨迹 我们就可以确定 哦 这是精确的一年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最早最早的 那叫什么 就是那个叫木星纪年法 哎呀 我虽然把这个原理讲给你听啊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特别的崇拜古人 就是这木星这个绕一年 这在人在地球上是怎么观察到 它在天空当中那个轨迹的呢 嗯 反正我再强调一把 这件事情发生在商朝 我专门又回过头去确认了一下文献 确实是商朝啊 很厉害 所以你看 既然是在那个时候就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纪年的方法 所以十二这个数 就被我们中国人认为什么 哎 叫天之大数 所以你看十二虽然它不灵也不整的 它不如十这么计算着好计 但是十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就是这么重要 于是乎呢 你想想那薛姨妈为什么送这个花儿 十二这个数量是一点点都不能改变的 你想薛姨妈住在人家贾家 他想给人家送个礼 那如果说你从这人家这十二只里面挑出来两只的话 它就特别类似于你要送人家一个什么人一块巧克力 你觉得呀你肯定吃不了吧 然后你这个嘎巴咬了一脚下来 然后你再给人家它不行 它不礼貌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基础的问题 咱们先搞明白这个常识啊 就这十二朵公花 为什么这数特别重要 不能拆散 喵 你就...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